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钻笔 轻轻的 然后到这边又是轻轻的 不要断 好 钻笔 注意当中一定不能断 不能是撇点当中断 到当中转折的地方是最尖的 其实是越来越细 然后不停顿 然后又是从细到粗 从粗到细 然后再从细到粗 我们再写一下 断笔 从粗到细 然后从细到粗 不停顿 我们再写一下 注意笔的 用笔的轻重 当中千万不能断 撇点 这个角度根据不同的字的角度会有所不同 大小也有所不同 好 我们再写一下 撇点 注意 一般的角度是在90度左右 好 我们再写一下 好 钻笔 头跟尾都要钻笔 当中不要断 好 这个撇点运用最多的就是这个女字 女字我们注意 它的长横是非常长的 它是一个主笔 所以女这个字呢 它整体的是比较扁的 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扁的 好 我们写一下 上来就写撇点 注意 起笔 填字格的中心起笔 不要断 这个点是非常长的 然后撇稍短 最后横非常长 注意手尾要顿笔 我们再写一下 撇点 横非常长 好 我们再写一下 这个横不能短 比方说你写成这样 很短 这个就不对了 整体字它就不是一个扁的一个形状了 所以女字一般都是比较扁 这个就不对了 整体字它就不是一个扁的一个形状了 我们再写一遍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扁 当中不能开口太大 当中的这个空间不能太大 比方说这样 当中肥肥的 又不行 这个空间一定要小 好 女字如果变到左边 它就变成了女字旁 女字旁的特点是 本来是一个长横 变成了一个提 这个提呢 一般情况下 它是不超出这个撇的 好 我们开始的写女字旁 也是先写撇点 注意写的窄一些 撇点 好 变成一个提 不要超出这个撇 这个口 收口 注意 横 第二横比较长 左边穿插到女字旁的里边 然后右边这个横是延伸的 往右边延伸 这个撇也穿插过来 然后最后一个反纳 这个反纳离的稍微远一点 这样的话稳住字 好 我们再写一遍 注意 提不要超出 横穿插进来 女字旁 撇点 好 注意 横左边穿插 右边延伸 撇也穿插进来 反纳 好 下面我们写一个蓝 蓝 蓝是两个木字旁 两个木 组成的 那么 右边那个木 跟左边那个木 也是形成一个穿插 好 这边变成一个点 好 撇穿插过来 这个女字底 先写撇点 这个撇不要太长 横要很长很长 我们再写一下 两个木 注意穿插 撇点这个点很长 写的时候不要断 横非常长 注意这个木的这个点 是靠近 这个木的点是靠近下边的 不是在交叉点上面的 这个不对 这个对 好 我们再写一遍 快一点 这个点是在下边的 撇点不要断 撇短一些 横非常长 横一定要非常长 好 下面我们写一个 庸 这个字念庸 头上是三个撇点组成的 当然这个三个撇点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 好 我们连续写三个撇点 同样也不要断 然后一个口 也要注意两边是斜的 这个八 好 注意这个横的下面 竖弯钩下面是比较平的 另外的话竖弯钩 这个地方要往右边延伸 好 我们再写一个这个横 三个撇点 三个撇点 竖弯钩往右边延伸一些 我们再写一下 竖弯钩 钩 钩 往上面钩 好 下面写一个 潮 潮这个字呢 上面也是三个撇点组成的 好 三个撇点 不要断 下面是一个果 左 先写一个日 再写一个木 注意这个横要长一些 撇那它变成两个点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直接写撇那 注意笔顺 我们先写一个日 先写一个日 再写一个木 木的横要长 我们写一个撇那 这样也行 我们再写一遍 三个撇点组成 一个日 横比较长 竖弓 两个点 好 我们最后写一个圆 圆我们学过女字旁 这个提 不要超出这个撇 先写撇点 撇点不要断 提有一定斜度 不要超出 撇 注意这个横穿插过来 好 我们再写一遍 女字旁 好 注意最后一个那不要翘 撇穿插到女字旁的下边 好 撇点经常运用在女 这个独体字 或者是女字旁当中 写的时候 这个 注意角度 它不同的字里面角度 是不一样的 一般是在90度的上下 注意写的时候 撇和点之间 不能断 要一气呵成 从粗到细 从细再到粗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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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